大家好 欢迎收看第一集的Android解码 如果大家有留意A-CASESFacebook专业的朋友 可能都会看到我们的Bandard写着Android解码 欢迎大家将平时用Android手机遇到的困难 告诉我们我们定期提供解答给大家 今天我想介绍一下OTG这个功能 我手游上这个HTC-1支援OTG OTG是什么意思呢? 全写就是on the go 就是给你手机 可以不经电脑连接一些USB的装置 我正在用这款Connect Kit 首先我想示范一下就是连接 USB手指 看看可不可以读取到里面的资料内容 一开始的时候 你会看到电话就会说 无法对装置充电 它的意思就是读取不到的手指 我不知道是因为型号的关系 还是Android手机都是这样的 不过我找了一个帮忙连接的APP 叫做USB Storage Manager 你会在Play Store 你按进去 你会看到一个绿色的Android公仔 你点击它 它就会显示Connected 你就可以随意读取手指里面的资料 除了这个USB Storage Manager之外 你还需要一个文件浏览APP 我这里示范就是用一个叫文件 戴CHD的 按进去 之后就选文件目录 SD储存卡 之后在Path上选一下 选择Storage 那里面就会有两个选项的SD卡0和USB 那我们的USB手指就是这个USB的Folder 那我们可以示范一下它读取不同类型的文件 那JPEG文件 它是可以读取到的 另外还有一些Office的文件 例如Excel 那首先你要留意你会有一个Office的应用程式 去读取它 这个是Excel文件来的 那你可以随时做更改 那PDF 一样 亦都可以读取到的 好了 那除了这个USB手指之外 其实我们生活上 都有很多用USB的装置 那呢 我们现在首先除了这个手指出来 按一下 按一下USB Storage Manager 那它就会连接了 那你就可以安全地射除了USB手指 我现在呢就示范一下 接驳 取出eschick的按钮 按一下 按按一下 按按钮 按按钮 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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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弄走它 我示范一次玩游戏给大家看一下 我现在有个cursor 指上去 我现在示范的游戏叫Ski Safari 是我非常之喜欢玩的游戏 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下转一下 它是讲一个小朋友在睡梦之中被雪崩惊醒 以后是大逃亡的游戏 但很可惜USB的装置未必完全可以支援 譬如这个版面我们不可以按这个C 就必须用手去控制 开始游戏 现在全程用USB去控制 先打个罐头 吃一下金币 我坐上去也是很兴趣的游戏 我今天玩这个游戏先玩这么多 这里需要玩实力 大家如果有什麼其他疑難想告訴我們 你可以搜尋我們的Facebook專頁 ACASES 讚好我們 給我們鼓勵 多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希望會還有下一集的Android解碼幫到大家 拜拜